你觉得这次奥运会给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收获了信心 收获了展望明年巴黎的一个信心 明年你已经开始畅想巴黎了 已经说到了巴黎这个信心很重要 现在内心给自己巴黎的期待是什么 奥运会 真的没有一定性也没有绝对性 只有说用尽自己全部的能力 他可能才会慢慢的 就是说你才能够得到他 所以说全力以赴 老运动员在这个年纪 还能在这个项目上创造新的最好成绩 秘诀在哪 一个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些把控 可能会比以往可能更加精准一点 然后其次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对于训练理念的突破跟创新 然后以及跟教练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沟通 然后以及一些敢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 然后这么所有东西加起来 我觉得才有了今天的我